俄罗斯在过去两天突然对乌克兰的主要城市加大了导弹打击力度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表示 仅在25号一天 乌克兰各地就遭受45枚俄罗斯导弹袭击 而在26号的早上 首都基辅又遭到多枚导弹袭击 这个周末乌克兰各主要城市都是在防空警报中度过的 6月26日 星期日上午 乌克兰首都基辅招出了一系列导弹袭击击 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射武行客区 移动九层住宅楼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数人受伤 另外在周日 俄罗斯导弹还袭击了切尔科什 哈尔科夫 奥德萨等 据基辅市长克里勤科发布消息 星期天早上 俄罗斯针对基辅地区发射了14枚导弹 其中有导弹击中九成名栅 也有落在幼儿园中 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6架图22M3轰炸机从白格勒斯领空 对乌克兰领土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 其中有部分导弹是从海海发射的 基辅市长再次提醒市民要重视防空警报 俄军多次从白俄罗斯领土领空 向乌克兰发起导弹袭袭击 被乌克兰方面视为帮助俄军试图恐吓乌克兰人 并引起恐慌 并且俄罗斯的目的明显是想把白俄罗斯 拖入乌俄战争 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相基辅报道